让个合唱团去参加比赛 拿到冠军 马上就是我们的特色了嘛 我是可以负责伴奏的部分 那指挥要怎么办 差不多 走 1 2 1 预备 唱 前进山区国小 代课老师 体育老师 共组合唱团 带孩子去比赛 拯救 废校围基 如果你们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不应该找一个 什么都不会的指挥 跟一个下学期就不在的代课老师 来带这群不一定笑得了来合唱团 剧情改变真人真事 性格活泼的Ella 面对孩子们得收敛 拿出老师的威严 其实我以前就真的有 因为跟小孩子拍戏的经验 还有动物 我就有真的立下一个试 就说我不要再跟小孩 跟动物拍戏 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困难 一来其实小孩子 本来就不好控制 而且他们的专注力 时间是有限的 我在他们心中 本来他们就不太认识我 他们就认识SHE 然后 是年龄的差距 对 因为是年龄的差距 然后我就觉得更可以 就是我就是让你们很清楚知道 我现在就是个老师 我就是要来管教你们 这个地方像年轻人 刚好带回老师 歌手出道却热爱演戏 Ella拍过多部偶像剧 从《薔薇之恋》的百合 演到花样少年少女 反串男装 如果刚刚的时间可以进去 那个还有多好 至于2005年的真命天女 更让她入围金钟影后 在戏剧闯出一片天 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都蛮喜欢演戏的 我会相信我第一次演戏的经验 那时候那部戏叫做爱情大魔咒 第一部戏的戏叫余倩倩导演 但她在镜头面前就说了说 Ella是天生的演员 我就这样子被她一句话 就是深深的打动 然后就自我感觉良好到现在 就觉得对我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们的 我发誓我只有听到一点点 19年前第一部戏给足Ella自信 天生爱表演不怕镜头 连经纪人老公都曾对她这么说 我先生就发现 他就说我看你上戏演戏 都没有你上台唱歌紧张 我反而觉得上舞台唱歌表演 是紧张的事情 我自己一个人要带着很多的舞台 然后自己一个人独挑大量 然后唱几首歌 然后是一些商业演出的时候 我还是会紧张 所以我就觉得演戏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很自在的 而且是我真的喜欢的 最了解Ella的莫过于枕边人 姐夫赖思祥 2017年成立进化娱乐 赖思祥是公司负责人 而Ella也在2018年与华言终止合约后 拿回主控权 自立门户 把经纪约交给老公打理 事业上更自由更灵活 还把事业触角延伸到对岸 非常紧张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的话 那你来这边干嘛呢 这个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要为你自己而活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在大陆选秀节目当导师 Ella有严厉的一面 也不时给点心灵鸡汤 让练习生好崇拜她 知性女强人的形象 然而这背后没有少了理性 我现在做的东西啊 都还是一样在表演 专注在表演上面 我是因为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我的先生他也是我的经理人 他帮我找的同事 还有我们找的造型师 发型师 化妆师 都是长期配合 所以做久了就会有那个默契 然后这些专业的东西 交给他们就好 那我的工作就是 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好 身为进化的老板 赖思祥亲自打理大小事 集结幕后专业团队 替Ella做造型 至于工作上的细节流程 由姐夫当最外窗口 亲自把关 排前幕后盯场 也让Ella无后顾之忧 活动前只需要专心 做好艺人该做的功课 如果第二天有一个 很重要的记者会 我可能前一天晚上 就不要吃太咸 甚至晚上我就不吃了 我甚至还可能 可能会去法馆 做一个排水的按摩 运动这些东西 我都要五次 我觉得这就是 作为一个艺人的 基本的工作 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Ella专注在舞台表演 其他工作接洽 时间安排 都由老公把关 但身前 夫妻和工作伙伴 摩擦在所难免 我会觉得说 自己的一些情绪 然后造成她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很抱歉 因为她 她为我做这件事情 她会牺牲很多 她也要面对很多 我的舆论的压力 心疼老公面对舆论压力 让Ella哽咽落泪 共同打拼的路不好走 而不服输的她 勇敢跨出舒适圈 去年更迎接新关卡 出道21年的Ella 从团体到单飞 会唱歌 能主持也有演技 2020年的艾拉秀 首度以个人身份登台 艾拉秀就像是Ella 演艺事业的缩影 集结影歌试三期 尽情展现18版武艺 挑战说学逗唱 艾拉秀求新求变 Ella转换多元身份 更用变色龙形容自己 你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 我会说是变色龙 就是我好像到哪个地方 我就会适应那个环境这样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生命就这么短 你就来这么一次 如果有轮回 你有下一次 但下一次你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握 你某一次的机会 然后都去 去好好地发挥 然后享受那个过程 把握机会 不怕尝试 用正能量迎接挑战 Ella跳脱框架 开公司 打造自己的舞台 努力活出 想要的样子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